106年攜手并进幸福南投幼儿体能运动大会 即幸福园游会与草团国小举办 由全南投县公司立幼儿园参与 县长林明珍及检井前议员也到场来参与此次的幼儿运动会 小朋友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用心 他们准备很久了 所以说今天绝对是一个非常快乐而且圆满的一个运动会 县议员黄文君也参与此次的幼儿运动会 更希望参与活动的家长们及幼儿幸福美满 非常的欢迎来自南投县各乡镇的幼儿园 来到我们草团国小来一起欢乐比赛 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拿最好的成绩 也祝福今天来这边的爸爸妈妈们幸福美满 县议员简俊庭非常重视幼儿的成长 也希望政府单位能够重视幼儿的教育 活动是国家未来的资产 政府有必要规划演成的这个计划 将一些不必要的开支 尽量挪用到我们幼儿交易来 这样我相信我们的国家一定会更强大 先议员吊子佑希望借由这次的幼儿运动会 不仅能够强健体魄也能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那特别选在这个时候来举办这个运动会 也希望借由这个运动会能够让我们的所有的小朋友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体能训练的一个机会 先议员吊子佑希望借由此次的幼儿运动会 能够增加幼儿们的视野 希望借由温馨开放健康快乐的幼儿体能运动会 能够增进和谐的亲子关系 记者陈建豪、李永胜、草屯采访报导